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不仅有活学化于书精通络的治疗作用 还是一种预测疾病 调整平衡 改善亚健康状态的有效方法吗 国内著名中医刮刹专家张秀琴教授 做客养生 给我们带来全息经络刮刹的最新理念 与观众朋友一起刮刹保健康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养生 本次养生系列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医刮刹 通过节目我们了解到刮刹不仅仅是用于治病 还可以养生保健 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本期的节目我们依然为您邀请到的是 国内著名的中医刮刹专家张秀琴教授 张教授 我看我离您这么近 我观察您的皮肤是十分的细致 特别的好 也没有斑 真的吗 对 也没有斑 而且皱儿也特别少 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不清楚 我如果说出张教授的这个年龄 可能大家都会大吃一惊的 我不知道方便不方便说 都这样的了 年纪不保密 我们张教授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看上去皮肤面色还这么好 您是不是就把这个面部刮刹美容 也首先再用在自己脸上了 首先我给你纠正一个 我的这个皮肤啊 先天遗传并不好 所以在脸上都是有反应的 所以我在中年时期 早早的脸上就生黄鹤斑了 可是现在没有 看不到斑 现在你看不到了 后来因为我在这个长时间的当中呢 去从事这个讲课呀 教学呀 你说有斑不自信 我体会最深了 你给人家讲课是吧 自己也觉得好像不大自信了 对 以后呢 跟美容界讲课我就想 我得先想法 看看能不能把我脸上的斑除掉 如果能削掉我脸上的斑 从我身上能不能总结成一些经验来 那既然这个纱呀什么呢 它跟我们的脸有关系 跟我们的血液有关系 我来尝试一下 一个是刮身体 清洁我们的血液 再一个呢 我就用刮纱板 这个美容的刮纱板 我来具体的找一找 我掌斑的这个位置 我看一看 我刮这个位置和刮其他的部位 有什么不一样 结果这一找吧 还真发现问题了 我发现有斑的部位 就是跟别的地不一样 非常的有意思 假如这个斑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在这个斑的中心点下边 肯定有一个痛点 由于我这个斑呢 时间比较长了 所以这个痛点呢 下边都出现了一个硬结 然后我就刮呀揉啊 每天做哈 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斑慢慢就开始淡了 那有些人他好长时间没见我了 一看说怎么脸上变得干净了 不但斑是这样 脸色乌暗的地方 我们进行刮痧 这个下边呢 都发现我们叫它阳性反应 都有不同的阳性反应 比方说疼痛啊 比方说有的时候像小沙粒一样 有的时候像那种 像小米 甚至比小米粒还小的那样的结 还有的地方呢 就像有小气泡的似的那种感觉 当我们通过面部刮痧 把这些阳性反应 把它刮的减弱了 不明显了 甚至消失了 其实就是把它的经外疏通了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那个斑一天一天的淡下去了 循环通了 然后就把那些脏东西啊 通过血脉的代谢 把它运输走了 脸色自然就好了 斑就淡了 那今天在我们这个现场演播室 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 我们叫上一位朋友来 可以 能给他做做这个面部刮痧 我们看看怎么能够美容 然后怎么来刮湿不出纱 对 我们主要呢 重点教大家 就是面部刮痧 又美白又消斑 又不让它出纱 这个手法很关键啊 它跟刮湿身体是不一样的 那好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手边有这个刮痧板的话 最好也拿着刮痧板 跟我们张老师学习一下 尝试一下 那我们请一位朋友上来演示一下 这个清洁面部这个过程很简单 如果你要在家的话 你可以仔细一点 今天他们在演播室里 就是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面部的一个清洁 然后呢 一定要涂专用的美容刮痧乳 一定要用专用的 不要用什么其他的油了 什么的代替 因为这个油类的东西 它多了 它会流下来 流到眼睛里啊 鼻子里啊 嘴巴里啊 是吧 我们要用这种刮痧乳 刮痧乳的量 要涂的多一些 我们今天呢 因为只是做一个示范 所以涂的比较少 一般的刮痧呢 是从额头开始进行刮饰 先呢 把这个刮痧乳 给它涂匀 刮痧的时候 涂上刮痧乳 然后刮痧板的角度 一定要小 基本上是平贴着面部 平贴着面部刮 对 然后呢 速度很慢 特别是我在做诊断的时候 我找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它现在这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力度 我的压力啊 还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但是呢 这里感觉很光滑 很平顺 没有我刚才讲的 刹力啊 结结啊 都没有 面部刮痧是可以让它不出刹的 对 你看这速度多慢 嗯 这是一种方法 嗯 当我们发现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这样 叫柔刮 柔刮 对 它现在没有问题 嗯 有的人的额头啊 颜色特别毁暗 嗯 我们就用这种 柔刮的方法 嗯 把它下面的微循环 打开 嗯 微循环打开以后 颜色就改变了 嗯 就能看出有不一样的颜色 对 比方说它什么问题都没有 嗯 我想让它更白一些 嗯 更漂亮一些 嗯 那就可以用刚才的方法 加上柔刮的方法 对 所以这个手法也很重要 你看啊 这刮痧板始终是贴着面部 嗯 角度非常的小 对 速度非常的慢 嗯 很柔和 嗯 比方说有的朋友有鱼尾纹 嗯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区域 用这种柔刮的方法 来舒缓皱纹 嗯 嗯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来提升 提升面部 哎 提升面部的作用 那刚才我们也演示完了 那张教授您再给我们讲讲 这个通过面部刮痧 怎么能够提前发现自己的压健康问题 嗯 这个呢 就是说第一 我们要知道面部的这个全息啊 经络呀 它的分布的部位 嗯 当分布的部位 你知道了以后 啊 你就可以看看自己的气色 嗯 这个气和色 这个气好多人就是不知道了 什么叫气啊 嗯 其实就是人的这个光泽度 嗯 我们说这人脸上有没有光啊 嗯 平常一个健康的人 脸上应该是有光泽的 对 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的脸上很有光泽 那就说明他的正气十足 嗯 嗯 这光泽度强 就说明他的身体很好 嗯 一个人脸上如果没有光泽了 那就说明他的正气虚了 嗯 他一定是很疲惫疲劳的 嗯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要看人的脸色 脸色 嗯 按照中医的五色对五脏 这样的一种对应关系 我们看看他的脸色 嗯 是偏白呀 还是偏黄啊 还是偏红 还是偏青啊 嗯 他偏于哪一种颜色 表明了他身体 相对应的这个脏骨功能有所减弱 嗯 那并不是说所有的白人呢 都是废气虚 嗯 黄人呢 都是脾气虚 按照中医五色对五脏的这种关系 主要是看他的光泽度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面部 经常会出现的某一种气色的改变 嗯 可以发现身体一个弱点的部位 嗯 找到你最需要保健的那个脏腹 嗯 再有呢 嗯 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看看 能发现你身体里哪个脏腹最弱 嗯 比方说通过皱纹 看皱纹 有的人呢 就是嗯 小小年纪可能就有皱纹了 是不是 对 嗯 二十几岁不应该出皱纹 他就出皱纹了啊 嗯 假如这个皱纹出在什么位置 咒纹是气血不足衰老的一个表现 嗯 哪里最先出现皱纹 或者换句话说 你的第一道皱纹出现在哪里 嗯 那我们对照着刚才的这个图 嗯 我们来看一看 来看一下 假如你的第一道皱纹哈 嗯 出现在额头部位 嗯 出现在这个位置 头有毛 对 那代表大脑 大脑不好 不是有问题 而是它功能比较弱 如果你的皱纹哈 嗯 出现在两眼之间 第一道皱纹 它对应的是心 嗯 那就说明你心脏的功能比较弱 嗯 不是说你有心脏病 嗯 而是你要保护你的心脏 注意保护心脏 每个人的心脏的功能的强弱 就是不一样啊 嗯 你看有的人他就能当运动员哈 对 跑步跑得特别快 有的人就不行啊 嗯 他就动不动就心慌了 嗯 气短了啊 嗯 其实他还没到心脏病的程度呢 对不对 嗯 我们看看呢 第一道皱纹长在什么地方 嗯 有的人可能说了 我都满脸皱纹了 或者说 我都好几个部位有皱纹了 嗯 我也不知道我第一道皱纹长在哪 嗯 那你就比较一下 哪边照照镜子 看看你哪里的皱纹密一些 嗯 哪里的皱纹深一些 然后我们对照着这图 嗯 哪里最多 哪里最密 哪里最深 嗯 看看他是哪条精面呀 哪个脏虎啊 你就知道你哪个脏虎最弱 嗯 你需要多保护他 多加保健 哎 多加保健 嗯 还有我们脸上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斑 斑 对 大家都知道斑不干净 嗯 他是这个淤质的一个表现 嗯 中医讲呢 就是有血液的淤质 对 如果这个斑长在什么地方 那就表明什么地方的血液循环不大好了 哦 是血液循环不好的一个表现 对 他是面部这个部位的血液循环不好 对 通过一个面部刮痧是一举两得 对 不仅能让您起到美容的作用 对对对 还能针对着身体的各个部位的保健 那张教授 我们下面还要继续讲其他各个部位的刮痧保健 对 您下一讲是要讲头部刮痧 对 这个头部刮痧有什么神奇的作用 通过这个部位的保健 我们还可以发现全身哪里有问题 那我们和观众朋友一起共同期待 封闻中 家住河北省顾承仙 三年来 他就一直孤零零的坐在里面 表情复杂 目光呆滞 可这个原本成绩优异 曾老爱幼 有着美好虔诚的封闻中 怎么就突然患上精神病了呢 因为数学成绩格外出色 他被选拔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但是由于奥数和高考的接连失败 让他遭受的沉重打击 导致心理严重失衡 冯文中的父母带着他四处求医 医生诊断 他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给他实施的药物治疗 可是效果怎么样呢 原本就贫困了家庭 再也无力承担他的医疗费用 那么是谁想到要把儿子锁进铁笼子里的呢 我送到哪里 我送到地里 我回了一看儿子的儿子 我还不觉不 我还有儿子 我还不能干净了 我死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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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哪里没说我死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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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底 天津市调虚脑科学研究所彭宗宇所长 看到媒体的有关报道 眼前那个被关在铁笼里 整整三年的冯文中 深深的刺痛了他的神经 面对许多大医院都治不好的病 彭所长能治好这冯文中 长达18年的精神病吗 那时候不是没心 没心的是吧 没心的给治好吧 就是彭所长给那个心吧 要够了后 我是救命 人家又来了 此时的冯霞早已一平如洗 彭所长站在冯霞小院里 眼前的一切再次深深的触动了他的心灵 第一 我能治这个病 而且我很有信心能把他治好 第二 我决定不收他一分钱 免费给他治疗 彭所长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把握治好该病 是因为他发明了可以调解人类大脑的同步化程序 这一技术即调蓄疗法 通过对大脑的整体调蓄 恢复大脑传递 调治和整合信息的高级功能 而精神病本身 无疑就是大脑高级功能的障碍 我们从大量的中枢神经员生理活动的同步化住手 那么这种同步化起来的结果 它就会导致我们脑的功能永续化起来 根据这项接受 彭宗宇所长发明的调蓄治疗仪 开创了一个精神病非药物整体调蓄治疗的新方法 他揭示了一个普通规律 即生物体普遍遵循 反例法则而成序 具体来说 在亲自百态的大自然中 生物体有着各自的表现形式 植物的叶脉 动物的花纹 多数呈现出有序化分布 自然界的生物体 其内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序变 正是靠着这个序变 人们才可以渐渐坎坎的生活 八天左右 它这个里头都开始超好开的了 它说它好 它说我这也不想坏事了 我光想拧了事了 我也不想打电骂娘的事了 我光想给正常人养人的事了 冯文中继续使用调蓄治疗以后 看上去已经理智多了 甚至还要求母亲把它放出来 但是担惊受怕了18年的母亲 怎敢贸然把它放出来呢 两个星期后 母亲再次听到笼子里的封文中 发出理智而又哀求的声音 母亲装着胆子给封文中打开篓子 看着解放出来的儿子 他又惊又喜 从此 恢复的可以说是基本上一如常人 这个状态 到现在为止 这个病人呢 从铁笼子里解放出来 已经一年的时间了 可以说恢复的非常好 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我想在外面的说 他成了一个 在外面的说 他是一个匪人的 在现在成了一个助力人的 我这病好的 就好事孝敬孝敬 他让他们 先给他们加上点负担 如今封文中的生活 又已如往常了 农忙的时候 他帮着母亲一起下地干活 农闲的时候 他开始跟着父亲学木工活 一家人又开始享受 平静而安逸的农家生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